这对父子真的很贼心 这家叫做千辛实业社的负责人 还有他父亲两个人都是理化工背景出身的 一开始还说自己不知道不能添加二甲机黄 但很多专家表示 其实这种化工染料只要加一点点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但不管如何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 现在已经造成了全台斗制品拉紧爆了 全台的十个下游厂商现在断线的情况之下 大家更担心的是 这毒害会不会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还有其他来源 那麻烦就真的是大了 刚刚我们提到为什么要添加这二甲机黄呢 专家说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为了节省成本 因为这二甲机黄只要使用色素的百分之一的量 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染色效果 那么使用这二甲机黄每一公克 大概可以便宜一块钱 或许就是这样子 这一对黑性的父子才会这样子来处理 但他们已经危害到大家的健康 现在各个通路都在紧急撤下 所有的相关商品 而也从即日开始开放消费者来退换货 这个手法 我们下期见 如果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